哈囉大家好我是YR 今天帶來弗洛倫在排位賽的一個實戰 然後呢在背看奧義的話呢 其實 弗洛倫的奧義 大概就那幾種 那基本上我會推薦大家是帶猛攻 那精靈跟刺殺你可以自己去抉擇 或是有時候你可能已經注定被counter了 那你就選擇庇佑 然後再來綠色的部分是龍爪 然後背戰的話呢 一般我們會出一雙鞋子嘛 然後再來會出狂暴之手跟全能武器 這是百搭的 然後後面會是情況看出全能 那個先靈吊墜還是出一件物防裝 有時候會出反甲 那在排位賽的話很常會遇到的時候是 你必須要打輸出 就是你們隊友的輸出 可能很容易就蒸發掉了 所以 很常的情況呢我會有破陣加全能 那這個就取決於每個戰局的不一樣 就是 你自己再去思考 因為我們這場打的是凱格入室 凱格入室的話呢我們前期不太需要 出全坦裝啦 也就是不用說一定要印上那個狂暴之手 我可以在前面就直接壓制他 然後另外魔紋的話呢你可以參考 基本上紅色的話呢 絕衣石鬥是比較好用的 然後帶上了位移 然後另外小顆的話呢一定是一個死神之幼 這個是必須的 然後另外一個你可以選擇出 聖珠降臨的大招 你也可以選擇像我這場用的塔之庇佑 塔之庇佑被握塔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魔紋 然後接下來 呃對線的一個重點這個 一般來說以前都有在看 YR的小教室的人應該都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什麼時候要使用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 呃先控一下他的兵線 就盡量不要去推兵然後把他的血量消殘然後加上一個擠走的直接把他帶走 所以沒有問題喔 然後回來之後呢我們一個殘血 但是他們家的打野應該是在上半步而且奎倫已經殺了一個拉茲了 然後他們中路的話呢也是在上路也稍微露頭所以我就直接把這波兵給清掉 凱撒路現在很強被做了 像我一般在玩的時候呢通常遇到的玩家都會認出來所以通常我的凱撒路永遠就會有中路 永遠就會有對面的打野 甚至對面的輔助也會想要來 或是對面的射手也會想要來 所以在 某一些戰局裡面呢你要試情況去改 那如果說你破證已經出到一半了怎麼辦 沒關係 角度是長髮買完之後呢及時的趕快去出一些防裝 然後鞋子要怎麼選呢 剛剛如果對方的控場比較多一點 像這一場有愛麗絲 所以我是選擇先上一個 聖騎士戰靴 而且還有一個拉茲在 那如果說一般情況的話呢 像對線的人可能會 稍微有一點 帶有這種物攻比較痛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出物防血 那如果說面對像葉娜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你出魔防血 因為 葉娜的硬控實在是太強了 就是他的大招式等之後呢 他可以 把你推到死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選擇物防血的話呢 你反而會被他推爆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一般玩弗洛倫會比較常 欠的問題就是呢 呃 這裡先看一下喔 對面的奎倫出來給我們疊大招 疊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一滑二 然後我們的打野剛好過來 所以沒有問題 直接把他帶走 如果說打野沒來的話呢 我們可能沒有把一滑二 那我們就滑到一半之後 就趕快撤退了 再來我剛剛提到 我剛剛提到什麼 我剛剛說到那個 最近單位跟 最低血量單位 這個時候呢 其實要看你的戰局去改 其實一般來說 每隻角色都是如此的啦 就是說 你在戰局中 你是要把對方的輸出先帶走 那你就選擇血量最低 因為沒有辦法 我們不像電腦遊戲 PC game 我們可以用滑鼠去 瞄準說我們到底要打哪一隻嘛 所以你就不用說 去更改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你打到後期之後呢 你用血量 最近單位 但是你要衝進去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先抓掉對方的 假設這一場 這邊是莉莉安奎倫 或者是小丑 這隻角色你沒辦法先 戳到的話 那就很虧了喔 所以 打到一個團戰點的話呢 我會盡量把它改成血量最低 但血量最低的話呢 你要必須要跟得上你的花 那弗洛倫為什麼會突然復活起來 也是因為之前有一個版本改動 讓他的1技能的落花 控制時間變 0.5秒 一開始是1秒 然後後來變0.75 再來變0.25 然後現在要把他改回0.5 所以目前來說 弗洛倫還是非常好打 飛淚的喔 尤其在直播的時候我有測試拿飛淚去打弗洛倫 確實還是難打 有點像是 以前的弗洛倫那種感覺 因為以前弗洛倫就是 拿來 counter這個 飛淚的 跟耶娜的 那現在的話呢 弗洛倫是完全有這個能力的喔 那我們這邊往前殺掉兩隻之後呢我們鐮刀 Puff起來之後再往前再帶走一個 鐮刀沒有觸發耶 呃 觸發了 這個有點虧喔 然後弗洛倫的一個最大重點還是在於1技能啦 1技能的命中率一定要夠高 然後1技能這個 真的沒有什麼訣竅喔 通常你要用暗的 也可以 因為現在挑飛起來的話你用暗的應該還是會中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用滑的 你用滑的話呢你可以準確去預判到對方 這會很吃你的反應力跟你的這個 訓練的場次 所以不用不用害怕多換機場你就一定會的 而且現在 應該是蠻多玩家都已經很順手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就是這個挑戰者奧義了 挑戰者 的這個 疾走或者是瞬移去選擇或是清醒嘛 這個也是看對方有選擇什麼樣的陣容 譬如說對面可能 對面可能出 呃 諾可西好了 那這時候你就一定要帶清醒 不然你在兵線上的話呢你是沒有任何的這個 壓制能力的 因為他拉你一波你就直接殘血了 你還有清醒可以解 那或者是對面有達爾西你也可以選擇出清醒 那接下來的話呢 疾走跟瞬移你就可以自己去預 決定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一個 呃 挑戰者的技能了 那我個人的話呢是比較喜歡疾走的 因為畢竟在滑這個滑的時候呢你的跑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 步伐比劍法更重要嘛 所以我們當然要讓自己不要 一直處在於一個莫名抖動的情況下 然後一開始我們凱撒路這邊也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 團戰點可以打 所以我們就盡量的帶兵線然後 看能不能有機會去反對方的藍buff 果然有反到那個藍buff 我們這裡往前戳一下大絕靠下去 往前再打 再黏一隻 再黏 再送他一個花 再黏 再黏 然後往後退 但 好沒有殺到任何人 這裡的話我應該是血量用最近的吧 不然剛剛那個凱格露斯應該 應該是要被我措死才對 那我們這邊殘血過來想要秀一波喔 因為我們有這個古龍的buff然後我們有彩花了 但是呢 喔步伐筆劍法更重要 剛剛那個花踩空了 導致我們的街花沒有很流暢所以我們直接死去 這是一個小小的訓練啦 因為畢竟這個血量我認為是可以打的 但是我因為個人的失誤所以沒有辦法打 反而是直接讓凱格露斯把我們人頭給帶走了 影片看到這邊的話呢 你對於弗洛倫的一個裝備奧義啊 還有這個每個戰局的一個 思維應該可以更清晰一點的 如果說你還是不清晰的話呢 那也沒關係你可以多看我們FB的直播 因為我目前都在FB直播 那這一次的新賽季呢 是延後了一天 可是我覺得 在我休息了這麼一長的 很長的時間 我已經有所體悟了 因為 之前包含有一些 網友所提到的啊等等的啊 包含我自己的認知啊 反正 我已經有總結了 總結就是 我會在之後的一個 直播上啊還是影片上啊我會 呈現出來給大家 反正 最主要的 重心我覺得應該是要有所改變了 然後這陣子在忙搬家所以我的這個 頻道的話呢再順便 心態上的一個 調整 所以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在更新 並不是說我不想更新 並不是說我沒有東西可以更新 而是因為 呃 比較沒有這麼多的 力氣去 應付一些有的沒的啦 這邊小丑還往前瞬移喔 這就是有點著事了 其實這裡我們應該是要撤退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又往前追 那我們只好 殘血反殺這兩隻了 打佛洛倫的話呢比較建議你們還是 選擇出一個 拘魂系列啦 比較好克制佛洛倫 不然佛洛倫這樣滑一滑血量又 又飛回來 你確實是蠻難去 蠻難去應付這個佛洛倫的 然後二技能的話呢如果你是用血量最低的話這裡有一個小訣竅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喔 就是說 如果你血量最低的時候呢有時候你在 點人的時候 你的二技能可以用滑的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用滑的話有時候會蠻危險的 蠻危險的情況就是說 你可能會在那邊找金 那我們這裡應該是要死去了啦 因為剛剛 奎倫的那個隱形我們沒有抓到他 死去之後再出來應該是 準備利用這個天空巨龍來去推對方的主堡了 那 大後期的團戰呢其實你就抓一個 進場點 那這進場點其實跟超人有點像喔 因為你超人有時候你跟隊友離太開的時候呢 你進去 你有可能會直接死去 那我們這裡的話呢抓到一個調皮的莉莉安 我們先往前追 然後送他一朵花之後開滑 再接他一個大招 後面的話我們就不用撿了這邊直接接了 然後往前之後再抓一個奎倫 再送他一個1技能 再收掉一隻 對方已經死了4隻 剩最後一隻愛麗絲 我不想讓愛麗絲守塔 所以我直接往前想要跟他硬換 沒有問題這裡硬換成功 最後那一下打出來了 因為我有出破證戰矛 所以剛剛那個傷害量是完全夠的 一刀砍下去1570億 直接帶走這個愛麗絲 然後順便帶走這一場的勝利 所以弗洛倫 以及現在的凱撒路還有現在這個版本 在玩的話呢 可以建議你們大概就幾個小細節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就是要靠你們自己了 多玩幾場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的 那我們就新版本見囉 掰掰 然後再說一次 那集的 我們就先買了 我們就先買了 入圈 人 我們就買了 放開 然後再說 我們就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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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買了